本赛季的库里有可能打破一个尘封24年的记录 今天背靠背打提湖 我本以为勇士要白给了 自从蔡旭坤的弟弟付出以后 本赛季的提湖欲神杀神 展现出了强势的黑马状态 魔术灰熊尼克斯 先后被其斩于马下 可谁曾想背靠背客场征战的勇士 打的提湖毫无还手之力 斯蒂芬库里仅仅打了30分钟 轻描带结之间22投15中 砍下了42分505助攻 七级远头刀刀见血 第三节打完比赛就已经被打成了垃圾时间 而且不要忘了库里也已经35岁了 昨天他才砍下了24分706助攻 今天还能有如此强势的发挥 属实骇人听闻 要是照着这个节奏打 库里非常有可能拿下2324赛季的MVP 库里是1988年3月14日出生的 打到明年3月14日将年满36周岁 如果拿下了本赛季的MVP 他将打破一项 陈锋24年的记录 现在史上最老MVP 是前爵士民宿卡尔马龙 他曾经在自己35岁280天的时候 获得了这个荣誉 致使 再也没有更老的球员能够完成这个壮举 哪怕强卢詹姆斯 也没能打破这个记录 现在库里有望继续对这个记录发起冲击 对于库里来说本赛季的MVP竞争者主要有两位 一是约吉奇 他刚刚拿下了西部周追加 五花肉数据稳定 效率离谱 球风极其丰收 绝境队也是百战百胜 二是冬季起 本赛季冬子发挥极其强势 今天又是疯狂砍下三十五分十二版十二主攻 灭掉灰熊以后 独行侠取得了开局三连胜 字母哥方面 巨星暴团 Debuff 在深 MVP应该不会考虑他 至于恩彼得 那是不提也罢 没有哈登 他在荣誉方面将颗粒无收 因此 库里要想拿下 最老MVP 必须要击败 欧洲二胖 大胖约基奇 二胖东基奇 尤其是二胖 生涯还没有拿过MVP 在竞选方面有一定的加成作用 而库里已经拿了两次 再加上肖华向来喜欢打压老人 他必须要延续自己的超级发挥 同时球队战绩也要傲视群雄 才更有机会在MVP竞争中 胜出